第一章,你压大我了,看这个男人景龙年间三年一度的会考当天,他还在花楼私奉会考当天,他从花费里醒楼,再晚一醒醒他就不用考试了。 苏清河的品牧老爹是个江门荣丽的执丘大人,但是知道通过花楼而错过会考,书记会打断他的走骨,连指苏清河是个脑袭独鸡的牌子,而现在的苏清河是个身心文艺的人科大熟村,好歹是文科,最起码有个血纹鸣人打去养花骨,西蒙洗清河的书艳拿起包裹直到对考考场,因为害怕进不去对考用力红荒之力考去,却不料遇见了第一个贵人,惯性力量比较大,直面撞到了一个红色绒装的贵人, 公主说没错,这就是二胶的靠子朱贺琳,朱贺琳没收地义后脑勺,直接收拾板撞到,迎着他撕牙瘤嘴,马来的少年书身,撞到了他,环顾起来,朱贺琳心里对不起的对方,想要的会考起苏清河看到少年红色的人装果素,一副嚣张跋扈对公主的模样,连声大线,实在对不住,公主就有最高,朱贺琳瞧了他这一身热机样,然后说他这里的手无不及之力的捏书身,怎么能撞得伤我,苏清河松口气,不被碰撞 就好,他不想有事,没事正好,他一边客气的道歉,一边好像会跑考场,好好留得近,不然被这光主哥碰撞了,已经错过会堂,朱贺琳就为太子时,已经见过对他这么无理的人,他让记下来,好久不见了,若是他想鸣鸣鸣,便让他鸣落三山,书不知苏燕只想做一副锦囊饭带,无忧无虑地抽流光主哥,这也为后面苏燕成为太子士族,打下了基础 第二章阴错阳叉,这个男人死后穿到古代柔弱俊美的少年身上,原主是个断袖,而苏燕却是个直男,得了这一身肤白貌美柔软的身躯还不算完,他还要代替原主参加三年一度的会考,作为一个现代的文科生,看到考卷直接猛逼,他连八股文格式都不会,基础的诗词都对不工整,更不会写什么评文,简直就是第二次重生高考啊,虽然很不想考中,但是交白卷什么的也太丢人了,苏燕灵机一动, 干脆写成一路文,再腾用一些古人诗词,现代的老规矩,写满就对了,在苏燕看来用了浑荒之力的文笔了,他心满意足地交了考卷,反正写满了考固中正好,好歹是个官二代,怎么也能一时无忧一辈子当官太麻烦,花天酒地多好啊,考必井隆帝恰好看到了苏燕的卷子,这张卷子完全跟考点不沾边就算了,八股文格式都不会写得乱七八糟,到底怎么当上举人的,人主确实才高八斗, 可惜现在这个身子里换了新子,井隆帝看到苏燕的答题,莫不是会录上来的,随即大幕想要彻查此事,私里间掌印兰喜是深得井隆帝气重的内侍,他抬眼看到考卷的名字,苏金河,是与其祖上有交情的福州之府苏可仁的独子,本着这点情分也要给他讲两句好话,他对井隆帝说民间传说苏燕是个神童,六岁寅师作对,七岁熟读四书五经, 十岁写的一首锦绣文章,怎么可能不会八股格式,一定是怀才于胸,担心不被看中标新利益,为了吸引圣上注意井隆帝一听,仔细看了他的考卷,确实有几句比没有有特殊之处倒是有几分才华,既然如此那就封他共生便是亲自考他,井隆帝心下记下了写出这个特别考卷的苏燕,而苏燕这边还在红楼跟花腿撕混大闹,他可不是原主苏燕那个断秀,有这么好的家庭条件不享受生活他过意不去了, 正开心着突然有人敲门报喜,苏燕很是惊讶他能有什么喜事,京城也没什么熟人,报喜人说到他通过了会考,考上了共生,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能考过,难道审提人也是现代传过来的,共生过了接下来还有电视,看现代灵魂的苏燕如何应对井隆帝的考题,感谢收看,第三章被太子看上了,苏燕估计做梦也想不到吧,这次的电视他带来了多大的风波,苏燕阴错阳差地当上了共事,他忘记了之前, 会考前撞倒的人还在惦记着他,苏燕还在温柔乡的时候,朱贺林已经把他祖宗十八代都查了出来,朱贺林惦记着苏清和的一状之仇,当他从事从那里听到,苏燕不想做官,想要做一个顽固子弟,带着一帮小弟,走马虎犬斗鸡打鸟在调戏调戏良家妇女的追求时,大骂苏燕没出息,朱贺林想着既然苏燕不想做官,他偏要苏燕做官,多亏了苏燕独特的议论文格式的考卷,成功地让井隆帝记住了他 电视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福建共事苏燕是哪一个,苏燕本以为的落榜却因错阳差的入了室,还要担心电视漏丑,他怀着忐忑的心情上前行李扣吻,井隆帝也是个严控,看到苏燕身形挺拔,姿态优雅,公若如玉,心下欢喜便让苏燕抬头看他,苏燕抬头发现井隆帝身后坐着一位少年,他之前撞倒的少年原来是太子,苏燕做梦也没想到,他竟共事太子可谓费了一些功夫,井隆帝听完戏说, 苏燕博学多才,贤能兼备,他便单独给苏燕出了一道考题,如策之名,作为现代人,苏燕第一反应就是,这考题太不雅乖了吧,怎么考如策之名,要论什么论如策礼仪,方式,还是新型的抽水马桶,点剑时间过去死马到活马一吧,苏燕想反正不是没死过,他忐忑的问井隆帝有个对子,但是不敢说,听到井隆帝让他说并且恕其无罪,苏燕才放心的答上连纵然英雄豪杰,不不屈膝低头, 夏莲任而针结裂腹,也必宽衣解代同批五谷轮回,苏燕本一阐述如策是人人必须的行为,且是五谷轮回的过程,他没想到恰好抨击了号称五谷先生的丰安侯魏俊,原本很粗俗的道理,恰好被人想成了抨击魏俊, 仗势欺人强取豪夺广占丝田,不得不说古时候的人的脑洞是真的大,朝堂一时气氛凝固起来魏俊带不住老脸瞬间怒冷,上来对着苏燕就是一顿抨击目无君上,犯上作乱大逆不到每一顶帽子都扣到天上,苏燕一脸猛逼明明只是阐述一个事实的对子,他们怎么这么激动? 随即官员开始议论纷纷讲述,中魏俊苟诏人士的种种恶行,然后大如忠臣李成峰速来跟魏俊势不两立,当即站出来骂道魏俊不敬不愧不义,还有脸在朝堂上说苏燕大逆不到,两个人激动大叫,当即就要打起来了,苏燕震惊了,他没想到他随口的一个对子,能让这两个忠臣吵起来甚至拳脚相向,气氛越来越紧张,两位忠臣甚至波及到了站在旁侧的苏燕,一个亮呛,苏燕差点摔倒在大地上, 景龙弟看到校方两人店前这么没有分寸,甚至闹了笑话,气得让二人都押入刑部大牢,甚至延迟了电视直接宣布当众退潮,看到景龙弟没有追究自己的责任,苏燕松了口气准备回到住处,突然被一个官员叫住太子要找他,莫非是要他秋后算账?感谢收看! 第四章,妇如宁之响入飞飞,电视的闹剧风波过后,苏燕担心太子找他秋后算账,忐忑地跟随内侍来到华盖殿,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太子打去李成峰的事,李太傅的瓜朱贺林很乐意去吃,随即又听到景龙弟训斥太子不遵事的话,不是说太子找他吗? 怎么皇帝也在,他来不及多想旁边的内侍就高声禀报了,苏燕只好用着头皮进去扣托行李,想起刚才殿堂的闹剧《景龙弟大怒》,现在又跟太子打去,看来朱贺林真的很得圣心,实在不习惯古代的寇败里等着皇帝让他平身,结果等来的是景龙弟淡淡的责问,一个对子折腾的朝堂鸡选不明,苏燕题目都吃不透,哪里有这么多弯弯绕绕啊? 他连忙解释自己就提论题绝对没有抨击之心,真的比斗鹅还冤枉啊,景龙弟听到道无波动,悠闲地用杯盖抹了抹茶杯,却说出让苏燕腿软的话来,虽然苏燕说得对,但是太莽撞,小失承戒让他领二十板子的罚,苏清和这副柔弱的身板哪经得起二十板子啊?估计半条命要没了,太子一听连忙跳出来说情,好不容易找了个有趣的半毒别被打死了,皇帝惊口欲言哪能言而无信? 看景龙弟没有退步,诸贺林立刻撒娇加工为景龙弟,这才免了苏燕的惩罚,苏燕看免了罚松了口气连忙谢恩,突然那是传来贵妃动了胎气的事,皇帝微皱眉头让太子处理苏燕的事,便直接去了永宁宫,诸贺林送走皇帝发现苏燕乖巧的跪在那里,打去他不就是二十板子吓得跪着不起,苏燕可是见过电视剧里被屏障过的臣子有多惨,要是他前世一米八级的剑硕身板肯定挨得过,现在这副身板呢? 不过就被打死了,不过当着太子念他还是规规矩矩的听话站好,毕竟皇师都喜欢动不动处罚人,诸贺林看他致富恭敬温讯的样子,不知为啥心里有点不快,拉下脸说共生苏燕跪下截止,小太子估计有点受虐心理,苏燕跟他对着干,他反而觉得有趣,所以恶趣味的让他刚起来又跪下,那时开始宣读圣旨,赐苏燕为司经局洗马兼太子嗜毒,苏燕以为司经局洗马就是洗马的差事, 太子见他面露蓝色一把拿过圣旨,为狠狠吐槽苏燕做太子嗜毒不好吗?从五品的职位比便是三甲还要高,三甲只是个七品质骂官,苏燕居然还白脸色,苏燕不情不愿地接过圣旨,小生吐槽司经局洗马是个避马温, 小太子听到解释道,司经局洗马是让他管理宫内司库书籍,又不是让他去当马夫,还不忘叮嘟他帮自己定期写冲课上交皇帝,苏燕一听太子放到现代也不过是个初中生,秉兴也是贪玩的,对于他皇宫里的生活有点无趣,便建议找点娱乐消遣不然待宫里太闷了,太子一听到娱乐,两眼放光吐槽讲课无趣便生起了消遣的念头, 借着苏燕清点书籍的由头打发走上书老头,他们两个去看看宫里新的的西洋玩意,说着便拉着苏燕的手跑去看西翼进来的自明中,苏燕惊讶地看到这个精巧的仪器,发现有个跳舞的小人不动了,应该是人子缺少润滑,小人穿着西方的短裙,对于这个朝代确实有点裸露,朱赫灵看到以后立刻脸红着撇过去看苏燕,这一看就愣愣地一不开眼,苏燕的侧脸比皇帝的嫔妃们还要美上几分,苏燕发现, 是链条卡住了,转头发现朱赫灵盯着自己,朱赫灵顿时清醒有些恼怒,一个大男人生得这么白做什么,转身让成圣拿工具给苏燕,太子看着苏燕挽起袖子似乎不太相信他能修好,感谢收看,第五章一世都两庸处,朱赫灵看着苏燕柔弱的样子,不太信他能修好自明中上的小人,毕竟西一过来的玩意他也是第一次见,苏燕邪逆着太子说打赌他能修好,朱赫灵最年轻气盛最饥不得,直接说 苏燕能修好的话,这个自明中就送给他,现代穿越来的苏燕电脑都拆过几台了,这个简直小意思,苏燕没两下就搞定了,毕竟一台老式中再复杂也复杂不过现代的电器,朱赫灵半信半疑地哼了一声波动指针到准点,自明中上的少女旋转着跳起了舞,朱赫灵惊喜地看着旋转少女,苏燕真的修好了,送给苏燕他还真有点不舍得男子汉一墨千金,朱赫灵咬紧牙开口要送给苏燕,说实话 这种宫廷有露住的物件,朱赫灵敢送他,他也不敢要啊,弄不好坏掉了,要带脑袋的,苏燕转念一想直接感谢太子的赏赐,他那里没有地方摆放放在东光比较稳妥,恳请太子恩准,朱赫灵微争随即咧嘴大笑,轻轻热热地搂着苏燕说道,只要苏燕好好跟着他,绝不会亏待苏燕,苏燕一边谢恩一边想半君如报复,皇室哪有什么感情,还是靠自己琢磨 如何在这身攻自保比较好,朱赫灵见苏燕若有所思,以为他是因为挨板子的事情,保证只要苏燕不犯大错有事,自己会给他担着,让苏燕放心,苏燕做了几天的太子试读,白天要陪读,晚上还要陪太子玩耍用餐,简直就是一试读养用处陪吃又陪完,课上严大学士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四书五经,课上其他人都在认真听讲座笔记, 朱赫灵单手扶俄假装沉思,实际上口语给苏燕说下午想办法溜出去玩,被逮到了的话太子没事,他作为试读不死也得脱层皮啊,随即苏燕坚决地摇了摇头,坚决不做这么有风险的事,朱赫灵气得直磨牙,不料被严大学士察觉并提问了他,幸亏他既令底子好三言良语唬了过去,看到太子恶狠狠地盯着苏燕,苏燕无语看来以后不只是半读陪完,还要想办法哄他开心, 简直就是个皇家保姆啊,苏燕无奈叹气到买了皮影下午眼给他看,朱赫灵傲娇地抬起下巴说这还差不多,严大学士刚说下学,朱赫灵立刻跑到苏燕身边问他要皮影,结果被内侍通知皇上召见他去前清宫,苏燕松了口气想赶紧出宫远离小祖宗,朱赫灵好像看穿了他,凶巴巴地让他在东宫等着哪里都不能去,等了一个小时,苏燕着实无聊便给内侍说他去花圃柳堂旁旁逛一下,内宫园子果然 花开浪漫,缓步走着走着有点困意,正好看到了秋千,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坐在秋千上突然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这不是皇帝更拦起那事吗?听他们聊到李成峰或魏郡的事情,苏燕才知道,原来之前今晚电上他俩的闹剧处罚,皇帝才是幕后导演,表面上两人各罚五十大板,实际上无权的外妻魏郡最吃亏, 外妻仗着贵妃和太后的权势,皇上也是借此敲打他们,锦隆帝作为手持天平的掌权者,会时不时在天平上添加对应的筹码,保证天平的稳定,想到这些苏燕后警冷气嗖嗖,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被锦隆帝计算进去了,这么一想更是冷汗层层,苏燕一心只想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要是被皇帝发现他听墙角,估计没有解释的机会就被拉出去砍了,他本想静悄悄离开,一不小心一百倍树枝挂住, 弄出了声响,立刻听到锦隆帝沉声问道什么人,感谢收看,第六章放心我会喂饿你,话说苏燕被锦隆帝的一生什么人吓掉了半条魂,生怕刚捡来的命又被收了去,那时兰喜听到声音忙去查看,拨开草丛发现了苏燕,本着便宜老乡组上的那点交情为苏燕打了掩护,兰喜回应锦隆帝,是一只不知道哪位娘娘养的白猫,听到两人走远的声音,苏燕松了口气想着有机会感谢这个陌生的好人, 她急忙跑回东宫这么一折腾,吓出一身冷汗,朱贺林看不到她估计要发脾气了,见了东宫,果然看见朱贺林端着一张锅底脸,坐在靠背圈椅子上,她见到苏燕见她不行礼,直接抓住苏燕的衣领,呵斥苏燕不听话,让她老老实实待在东宫等自己她还敢抗制,苏燕太了解这小祖宗的脾气了,吃软不吃硬,连忙安抚她说自己太闷了,只是附近园子走走透气却发现迷路了,朱贺林才缓和了脸色,让她下次带着那是 父宝,突然端详苏燕发现她额头都是汗,以为她是热的问她怎么回事,还不是朱贺林老爹吓的,苏燕点头说有点热,朱贺林皱着眉头发现她脸颊微红,呼吸粗重,摸了下苏燕额头发现她发烧了,连忙朝内是吼道要请太医,太子还没发现,自己对苏燕跟普通人不一样,苏燕被她吼得头疼忙说不打紧,朱贺林瞪了她一眼让她躺在罗汉床上,急忙吐槽她上午还好好的,自己出去一趟她就生了病, 苏燕哪敢说是被锦隆地下的,看苏燕体弱多病的样子,朱贺林盘算着让太医给她多开点补药补补,不多时太子跨着药箱进来,朱贺林看太医想要行礼直接说免了,给苏燕看病要紧,看着苏燕生病比她自己生病还着急,太医在朱贺林咄咄逼逼人的目光下,大气不敢出一口连忙把脉,说苏燕只是风寒元气不足后天体弱,开点故本陪人的方子就好了,苏燕听到内心吐槽什么元气不足, 明明元主缺乏锻炼导致的免疫力低下,看来她得做个健身计划了,太子却放在了心上,让太医每日熬好补药送到东宫来,打发走太医发现宫进时间快到了,苏燕连忙起身,想要在宫门下月前出去,太子拖了靴子坐了上来,直接按住苏燕不让她出去,还要她今晚留在东宫养病,苏燕认为作为外臣留宿宫中实在不合适, 苏燕不这么认为,外臣偶尔有事留宿宫内又不是没有先例,再说苏燕是太子试读留宿下来没人敢说什么,然后对苏燕说,看谁敢非议她,苏燕看到太子这么霸道很是无语,正好到了傍晚时分她也饿了,看到宫女端了粥过来,她随即说自己没事了要下去吃饭,侍女拿了两碗粥,苏燕接过一碗要跟苏燕一起吃,侍女咬一勺粥吹口凉气投喂苏燕, 看到豆蔻年华的宫女羞怯地喂她,苏燕上辈子想都不敢想还能这么享受,毕竟上辈子的女朋友连泡面都不会煮,都是她伺候女朋友的事哪有这样被照顾,朱贺林抬头看两人,一个喂的含羞待妾,一个吃的眼饭桃花,越看她越觉得不顺眼,瞬间跳出一股无名火恶狠狠地喝退宫女,随即朱贺林直接从发猛的宫女手里,抢过碗打算亲自给苏燕喂粥,谁要你喂啊,苏燕只想要小姐姐喂,想到在古代 太子给她喂粥属于大不敬,她连忙拒绝,朱贺林带着怨气只把粥塞进她嘴里,看着苏燕直呼烫她心虚地孤农道,本太子亲自喂粥还嫌东嫌西不识好歹,之后每一口都吹凉再喂给苏燕,朱贺林哪里伺候过人,她的照顾在苏燕看来就是受罪啊,看着朱贺林一本正经地照顾她的样子,苏燕只有无奈配合,心里却想着老子总有一天要以牙还牙,弄一锅超级麻辣烫喂进这死小鬼的喉咙里, 感谢收看 第七章你不乐意靠近镇 苏燕留宿东宫第二天,天色渐亮 她浑浑噩噩的问现在什么时辰了 那时回答刚过沉时 小爷半小时前去上课,跟夫妇能吵醒苏大人 反正她也赶不上时辰了 有太子撑腰就直接不去陪毒了 说着就要被水沐浴 苏燕跑在温泉浴池半个时辰,恢复了点精神 换上干净的装帮,缓缓穿上刚晕探过的衣服 摸索腰间,突然发现浴配不见了 在换洗的衣服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又问那次有没有见过 那块玉佩是原主娘亲所赠 玉佩上可有清和两个字 要是被有心人拿去做文章就不好办了 苏燕越想越不安 难道是昨天,花园里被勾住的时候丢了 要是在花园被捡到 皇帝就知道他被听响脚了 必须在别人之前找到 他急急忙忙赶去 找了半天鬼影都没见一个 如果文华殿远遇了一下 转身要回东宫 恰好碰见景龙帝的笑脸 这运气也没谁了吧 他连忙避开 跪地扣袋等下缅过去 景龙帝看到苏燕直接叫住了他 询问他病了 为啥好在这边转悠 苏燕心里叫苦 口头只得回答说 身体好多了 准备去文华变半读 景龙帝夸赞苏燕情缅 因为快下学了 便让苏燕回家去御书房 苏燕心里七上八下 景龙帝怎么突然让他回家 难不成自己的玉佩 真的被他捡到了 准备找自己秋后算账吗 御书房内 苏燕随手而立 景龙帝做着批月色招 仿佛忘记了苏燕 苏燕心里吐槽 这皇帝妙不是耍他玩 把自己当个观赏盆栽 往这一放不问了吗 这是景龙帝注意到苏燕了 让他过来 苏燕下意识挪了两步 景龙帝眉头一皱 让他再近走 苏燕又默契地挪近两步 仿佛皇帝能吃了他一样 看着景龙帝哭笑不得 一副不开心的面容 问苏燕这让你靠近些 你不愿意 苏燕见他不高兴 赶紧过去站好 皇帝只淡淡地问他的年纪 苏燕回答 再过三个月就失去了 还没成年就近了共生 苏燕有30个人藏 景龙帝拿出一个奏章 并给了苏燕想看看他的套法 苏燕理解了奏章的内容 无非就说陕西河南的马头 北墨打打也叫蠢蠢欲动 这毕竟是国家大事 还是看看皇帝口方比较好 苏燕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世郎想要公平处理 需要投入大量兵力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看到景龙帝点头 他提出了配率 回到皇帝确认他职员不乏后 他才提出了 扶持一方 抵抗其他部落的看法 这样就山光斧斗 坐受渔王之律 景龙帝颇为赞同 直接问 扶持一个部落的话 确实可以简单很多 但是选的部落不能太强 也不能太弱 不然容易适得其反 到时候扶持的抢了 就打压 打压不了就换人扶持 然后虽然讲一些 如何控制的政策时 突然清醒 自己的想法 不就是皇帝们惯用的手段吗 要是犯了机会 估计小命不保 想到这里 他懊恼的咬咬牙 不安的看了一眼景龙帝 景龙帝似笑非笑的看着苏燕 似乎让他继续讲下去 也没有生气的样子 苏燕心才放了下来 本集结束看完 记得点赞关注哦 第八章 这双眉眼迟早会惹出祸端 景龙帝听完苏燕的见解 接下来让他说说 马贼这事的处理意见 苏燕深吸了口气内乱的问题 比外患敏感得多 若是按自己的性子来讲 估计会得罪皇帝凶多吉少 思索片刻 还是说出来自己的看法 认为根本问题在余温榜上 若人人吃饱穿买 谁会作死犯乱 景龙帝面色一寒 这是指责自己 把百姓逼到了绝路吗 所以苏燕觉得这个问题棘手 他急忙跪倒解释 逼老百姓走上绝路的原因 不是皇帝 而是贪官污吏 黄河灾老百姓两年末收成 但是皇帝拔梁放阵 经过层层克扣并没有多少到百姓 手里 百姓吃不饱穿不暖 为了生存 就会变成了土匪 所以派兵剿匪不是治本的方法 从基础上解决问题 才是长久之计 百姓没有温饱问题 就会少一大半的流扣土匪 剩下的教化不了的 可以派兵歼免 景龙帝听到这些黯然不语 半晌才开口赞同苏燕的说法 苏燕松了口气 公声道 皇上考虑周全 臣索不及 不过贼寇也分三六九等 若是区别对待 或许可以事半功倍 景龙帝挑眉问到 怎么个三六九等 苏燕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等的难民 可以用粮食田地安抚 第二等江湖侠士打家劫舍 可以先礼后兵 张安投放大边关 第三等真正的盗匪贼寇 不满足当山盗网 痴心妄想洗精师 这一类只能斩草除根 片刻沉寂后 景龙帝输了口成气 缓缓起身 正之前只当你是个风流才子 看来是小瞧了你 苏燕忙拜扶 陈惶恐 景龙帝露出欣慰之色 安慰他不需要惶恐 再许苏燕年幼上诞见解读道 日后还用得到他 苏燕忙表决心 约为皇上小拳马之劳 景龙帝拍拍他的肩膀 苏燕紧张到冒汗 景龙帝忽然觉得 手被一凉是一颗水珠 苏燕刚刚洗完澡 发现玉佩丢了 着急找玉佩头发还没擦 苏燕顿时尴尬不已 景龙帝见水珠在他洁白的颈子上 迎然滑动 只觉得情态撩人心下一档 忍不住伸手去抹 只肩在颈上轻轻划过 苏燕浑身一颤 惊吓得朝后 拳起身子有些慌张 又有些羞毛的 瞪了当朝天子一眼 景龙帝看着他那双光滑乍放的凤眼 微愣了一下 轻笑道 苏燕啊苏燕 你这双眼睛 总有一天要惹出祸端 苏燕很想翻个白眼 但是只能低眉睡眼 一副知错认罪的模样 景龙帝朗声大笑 吩咐旁边的内饰 带他下去 擦头顺便熬点药 防止风寒 苏燕一听 终于可以告退忙 先逃出房去 景龙帝重新坐下 见手指上水自己干 放在唇间清肠 似乎还能闻到淡淡的香味 冥思片刻后 回过神不禁自嘲的摇摇头 苏燕擦干头发 正要告辞帮他整装的内饰 匆匆走出店门 差点碰到人 那太监笑盈盈的朝他拱了拱手 险些撞到苏氏独 得罪得罪 苏燕觉得声音耳熟 仔细一回想师生到兰公公 兰喜打发走内饰 做了个收声的手势 独自带苏燕沿着走廊走了一段 苏燕忙感激兰喜昨天的搭救之恩 兰喜到初 他与苏燕祖上有交情 问他是否是苏可仁的独子 苏燕没想到自己叔公跟兰喜的父亲 是结拜兄弟这层关系 他算起来还是兰喜的市值 苏燕谦逊地叫了声小侄见过师叔 兰喜扶起他的手臂笑道 贤侄不必多礼 此事你我二人心知肚明即可 在外人面前要装作不认识 皇上一向忌讳内臣与外臣亲近 苏燕有些佩服兰喜的谨慎老辣 点头道侄子记住了 师叔是皇上身边尽是凡事先知先觉 今后若是山雨欲来 还望师叔先给小侄吹点雨前锋 兰喜奔着有这么层关系 自然也会帮衬点他 想起来玉佩的事情 苏燕问起来 兰喜有没有见过自己的随身玉佩 兰喜回答并没有见到过 许师宫里是哪个贪财的宫女太监捡到了 贤侄不必介怀 苏燕做梦也想不到 他的玉佩真的被皇帝捡到了 这集实在不好解说 记得点赞关注哟 第九章老虎在想 也是老虎 兰喜看到苏燕一口气 喝完了屈寒的补药 询问苏燕是不是喝完身体好多了 苏燕笑道确实好了很多 突然他想起来太子要下学了 如果看不见自己 估计朱贺林又要发脾气了 兰喜经常跟在端庄稳重的皇上身边 不是 脾气暴躁的太子 自然在他眼里是最难伺候的 苏燕拜别兰喜心理吐槽 他的看法跟兰喜相反 朱贺林倒是一只爪牙五爪的小猫比较好吼 大的那个才是成了精的老虎 皇帝虽然表面温和 实际上深不可测是最可怕的那种人 苏燕刚到端本宫门口 并问起父保太子在哪 得知太子还没从文华殿回来 心里庆幸还好小鬼没回来 不然又要解释刚刚去了哪里 推门刚进房间就听到太子的声音 果然不管什么时候 小鬼第一时间就是找他 苏燕连忙脱衣服 躺床上假装没睡醒 谁知朱贺林看到苏燕没险完心大起 让父保取两根笑牙牙签就要捉弄他 苏燕想知道小鬼在憋什么话 突然感觉眼皮痒痒的 他突然睁眼询问太子要做什么 朱贺林吓了一跳 尴尬解释说 看到苏燕睫毛长 想试试能不能拖住牙签 苏燕看他心虚的模样 打去朱贺林探险 朱贺林不满的吐槽 苏燕不陪他出宫游玩 苏燕叹气道 陈并体不宜半价殿下 何不自己整些消遣 光内的游戏 无非是醋狙和涉溜 他早完孽了 朱贺林就想出宫去转转 苏燕想到小鬼也才十四五岁 在现代还是个初中生呢 就担着国家接班人的担子 确实挺辛苦 他于是提议下棋 朱贺林兴致不高的问下什么棋 苏燕回答下 夕阳棋小鬼肯定没玩过 朱贺林还是小孩子 脾气听到新鲜的玩意 顿时来了精神 随即苏燕要来指底 画出棋子的样式 几天后 木匠做出了夕阳棋 苏燕教会了朱贺林玩法 朱贺林兴致勃活的 要跟他过两手 苏燕先手一边下棋 一边指导太子布局战术 苏燕连赢了十把 忍不住得意起来 将 殿下 你可怜的王又恶恶恶归西了 朱贺林恕不过斥责他的小族 怎么变成了王后 莫不是欺负自己不会玩 苏燕邪谜他道 我没跟你说过吗 当兵子走到对方的棋盘的底线时 便可升级为后 朱贺林一把抓起棋子 说自己的香也要升为后 苏燕急忙拦住兵的升变是有规则的 朱贺林分明就是耍赖 完全不讲规矩 朱贺林反手按住苏燕道 规则 谁定的规则 我是王 我指哪个事后哪个便事后 老牙切齿到谁敢拦他 他就要杀谁 苏燕不安的看着他老虎在想 毕竟也是老虎 太子虽然年龄小 但是习惯了掌握生杀大权 他有点担心 自己过于愉悦 会不会给自己以后埋坑 这样一想 觉得没意思提起自己的厚道 殿下说的是莫说其子 天下众生都是陛下云名的沉迷 为奴为后还不都在殿下一面之间 哪个不知死活的敢拦着 朱贺林听着这话感觉很适用 但是看到苏燕嘴角的浅笑 总觉得不对位 苏燕询问他是不是玩累了 先些些 朱贺林唇角撇起 不开心都写在脸上 除了皇帝没人敢赢他 其他人还要想办法 输得不着痕迹 苏燕却一下赢了他十局 一点面子不给的 苏燕暗叹口气 推开棋盘 直接道歉 请太子责罚 看到苏燕规矩的跪拜 朱贺林心里不是滋味 要是连他都唯唯诺诺 跟其他人一样的情形 不是他想看到的 这么一想他懊恼的触碰苏燕脸颊 随即去只给苏燕额头敲打一下 起来我又没怪你 还有以后别动不动就请罪下跪的 本来作为现代灵魂的苏燕 就不喜欢这套跪拜礼 揉了揉脑袋问 这可是你说的 太子一正没想到苏燕这么不客气 他有点尴尬的说 在父皇和百官的面前 还是要做做样子的 私下他不喜欢苏燕 被自己吟伤下气的样子 感谢收看 记得点赞关注 第十章 他滚 谁能想到这个十七岁的少女 随口的一句 对情困在头 甚至要皇帝延迟了电视 几天后电视才结束 皇帝与礼不设宴 自然也少不了二甲第七名苏燕 对于苏燕来说 没什么比试更重要 所有人都规规矩矩 坐着等待皇上发话 而苏燕嘴里吃着口罢 眼里盯着盘里的羊肉血惊脚 苏燕看着他指不止是暗骂一声呆 今天看皇帝心情不错 马上就有人看出一下 礼部侍郎周川提 让一甲击之父之增添情趣 随即紧隆帝提出 让他们根据自己面前的菜肴作物 从状元开始隐尸作对 崔景平不会为新科状元 朗朗上口一手心做 他面前的是鱼肉 尸子中没有一个鱼肉 但是却有鲤月龙门的鱼 鱼化龙这个比喻 说到很不幸 接着榜眼看花 依此作诗 皇帝依此点评 朗燕是二者的生 心想作诗也不倒不足 他只想吃饱喝的宴会 早早就吃饱了 宴会的菜真的好好吃 他正美滋滋地倒着起 万万想到家里 也不倒不住 上方传了一声 苏燕 听到自己的名字 他差点没拿完酒 又听到几名字 当自己的诗 心里一声哭叫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根本不都做事好了 连忙说自己跟其他人差就大 不想丢人信 本想互弄过去 谁知道皇帝确认为是 苏燕是西区 随即一群官员 包括太子期待地盯着苏燕 他真的很尴尬 明思苦想直接用最简单的绝句格式 做了一手打游诗 去自己跟白戒指一样的声 宋人听了一人纷纷 一时间有点尴尬 这也让欲望中雪景 注意到了他 别人都想此殿前出的 这个苏燕和道好 好像避之不及 果然有趣 皇帝最先没忍住笑语 点凭他连领部都打死 看到皇帝没生气 他说的口气终于铺容过去 下面的官员也是建筑师 看见皇帝开心 纷围苏燕做的一条 他们良心真的不愿意 宴会终于牵手 苏燕只想走走散散鼻气 换了日常衣服 去天天拽 忽然听到有人争承 深宫里他最不想做的 好事要掉脑袋 苏燕转身就要走开 他这点动作躲不过武功身后的朱许静 狱王整理好衣服 转身看到苏燕跑走 连忙叫住 苏燕 喜欢美人的他是绝对不能放过苏燕 听见一声低沉浑厚的声音 叫自己 苏燕打了个机灵 内心吐槽 身口 身枪活力 他好像是座皇帝旁边的人 不是亲王就是巨王 苏燕还不知道自己惹了的什么样子 要是知道 苏燕宁愿称定 你不会去参加宴会 看到苏燕行礼 狱王连忙扶起苏燕 进行自我 这个声控高颜值的男人 不是传闻的 苏燕连忙躲开这个冷和皮的手 脑海里 闪布不少官员 对狱王王室的屁 狱王室出了名的荒衣王 花花太子 据说朝廷里长得好看的少年 都尝了他的知己 苏燕一点都不想跟他摘上 自己可是个直男 心里嫌弃朱许静 嘴里却说着恭维客套 听闻苏燕知晓 他给他很紧的事情 他自来熟地靠近苏燕直言 自己要跟他做朋友 苏燕尴尬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谁要跟这个老色披作朋友 他这是想做床上的朋友吧 狱王直接搂过苏燕的腰 还亲密地喊着亲和 自己真心想跟他做朋友 争求苏燕的为达 苏燕心里一堆骂他的脏话 做你妹的朋友 哪个朋友这样搂搂抱抱的 他真的忍不住想摆 但是对方是亡念 他厚着脸皮 劝说自己忍 正好听到傅宝叫他的声音 真是急失语 朱赫玲找他 他从来没有这么开心 听到傅宝说 朱赫玲大发命迹 他借此告别玉王 好也是地跑走 刚走两步 玉王靠近苏燕 低头踢着他奉安侯 魏军有一场 苏燕之前落了魏军的面子 估计会被抱负 玉王趁机开了一盘 他笑盈盈地捏了捏苏燕的手 苏燕恼怒地抽身离开 回宫的路上实在气不哭 一脚踹到树上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凋零的人 不保震惊 第一次见苏燕生这么大戚 玉王到底做了什么 苏燕作为现代的一个钢铁之男 什么时候被男人这么无奋 第十一章 我比你大多了 不得不说小狼狗太子真的很远远 一会看不到苏燕就发脾气 估计能制服他的除了苏燕 就找不到第二个人 刚到东宫就听到一声吠声 苏燕打开门 就见一个茶壶飞了 他下意识转身毙 朱赫灵一看 差点打到苏燕 帮忙站起身 询问苏燕有没有受伤 苏燕摇头笑着说 幸亏殿下手下留情 陈脚性脱把 朱赫灵这才放下心 苏燕见他无惊打开的样子 从内侍手里接过茶壶争承 询问朱赫灵发生了什么事情 由于皇帝想要苏燕每天下午取御书房当差 而黏人的太子殿下想要苏燕一时陪 他接过苏燕 心里不是低位 养头一指头 被骂过好好读书 天天玩到他不在 在意的是苏燕不能经常来东宫 苏燕却说道 爱之深 责之切 皇上是为了殿下能更好地赶紧进 修身养性将来特别凝聚 朱赫灵又不是小孩 这些道理怎么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是真的舍不得苏 说完他一把抱怂苏燕 表白一样的花道 这么多不像 我便觉得这件 空空的梦 忍不住想笑着 呆久了要发狂 苏燕没想到太子这么念他 盲劝说他作为太子 不能什么都要有这性子 以后会面对更多的事情 苏燕调笑朱赫灵 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子 还装身 朱赫灵最不愿意苏燕 拿他一句说什么 张口反驳说 自己已经十五岁了 苏燕用手比了比他的头 比自己还要矮上半头 可不就是个小鬼吗 太子抬头嘴 说苏燕不过比自己 大两岁装长老乡 苏燕难难告我病上多了 前世加上今生可不大很多吗 不知道朱赫灵 从哪里拿出一壶老酒 问苏燕敢不敢喝 准备跟他喝个不醉不醉 苏燕没想到是叫他老 他只做了一杯味 满江倒海 晕呼呼地离开了 步伐亮晓 实在忍不住 低头感觉有一双 金光湛蓝的眼睛 他震惊地后退一步 看到一个纵少的生命 随即又听到一声 一声地询问 书生 你可有看到什么可疑人 苏燕冷汗沉沉 勾着身子依着桥边 摇摇头没有说话 回首的人盯着他的眼睛 看了许久才说话 锦衣卫凤凌鸡拿了坚持 倘若知情不报 一定制作 苏燕看他体态俊见 神情妖怪 每语间都是力气 心里借被盲装作最久拥吻的样子 小生一路走 只见风花许问 不见什么可疑 苏燕知道招玉的刑法 残酷至极 要是那个人应该被抓 他情是状态 只见那人下巴捏住了苏燕的下河 冷笑询问他要是隐瞒 等尽了招玉刑法一用 自然什么都说了 苏燕没想到锦衣卫 比电视剧里还要嚣张 怪不得在电视剧里 一直都是大反派 他在心里呸了一声 正开对方手指 无怒返笑说自己喝醉了酒 哪有精神张望啊 锦衣卫手里面色缓和了血 目光缺乏灼热 似笑非笑 既然如此 且随我回去吃完醒酒 听到锦衣卫手里的调笑 众提起纷纷露出不怀悲义的声音 千妇大人犯不着多岁的声音 直接绑回去就是 弟兄们还等着出国呢 在一片狭窃的风啸 仅因为千妇伸手往苏燕脸上拨去呢 文若书生 亲 苏燕神情稳定 只用千妇一人听到的声音说 多谢千妇大人美意 只是一番来去颇为耗食 只怕赶不进明日太子殿下的走客 皇上知道了 要责罚我 那千妇风哲式的抽回手你是 苏燕语气诚恳 千妇大人 护卫皇城责任重担 御事多加盘问 也是应当 今夜只是一场误会 在下醉酒诗言 大人千我放在心上了 只当全无此事就好 千妇脸色微变 狠立的眼中流出一丝感激 抱拳低声感谢 随即飞身上马 呼含道 走 一杆提起不知所以 不甘心地询问 被他狠狠抽了一鞭子 不再说话 等他们离开 苏燕嘲笑 自己脸皮更红 不知道是好是坏 犹豫扮上 烫进水里 摸到玉米 黑衣人已经昏迷不醒了 苏燕将他半扶半托的面上 他拉下黑衣人的面睛 小心地探了一下鼻息 突然黑衣人醒来抓住苏燕的尸 拿着刀指着他的脖子 苏燕正脱期间 他又挥死回去 吐槽自己 冒着被恶霸调戏的威胁救他 他还刀剑相想 一会要是死了 直接给他丢盒里面 心软的苏燕叹了口气 把他弄回自己的柱子 苏燕 耳边一声喝叫 他瞬间惊醒 看清皇帝阴沉的脸色 连忙跪地求饶 锦隆帝看他瘦弱困乏的身躯 一时不忍让他下去休息 要不去照顾那种黑衣人 折腾的善意 那也不会困着打鼓子 皇帝虽然不记得 苏燕却不敢放开 顿手道 陈一时否析 遇前失忆 以后不敢 望皇上数字 锦隆帝无奈了 让他去一边 整理红草面 过了半个时 锦隆帝突然发现 旁边没有声音 侧头一看 苏燕睡着了 燃喜说着 要叫醒他的皇帝 轻声吩咐不要出声 让他睡了 苏燕悠然转醒 生了的懒腰发现 皇帝早不见 只剩下四次在书房 问了那时才说 一个十分前 皇帝就去了东宫 正当苏燕犹豫 是去东宫 还是在书房 转身听见锦隆帝 让所有人出去 只留苏燕 苏燕见锦隆帝满领硬 察觉不妙 赶紧跪 皇帝没有让他起身 低头询问苏燕太子 最近的学业状态 苏燕小心谨慎回到 殿下敏而好学 常向陈索要四库书籍翻阅 至于学业 经济如何陈不敢忘 理应由纵卫 大学试点评 皇帝站站问他要什么 苏燕回答孝丁著书 击骨入之类 井龙帝冷笑 从袖中抽出补册 没有汉林风月马 伸手一番 赫然是本南风春宫 苏燕看得汉人加倍 师生道臣不明白 井龙帝冷声风指责苏燕 你不明白去让太子闻 平日叫太子完事 他可以睁一只眼地一只眼 现在还拿这种东西 败坏太子惊喜 苏燕手脚冰凉 太子疾不满 搜出这个 可是因为有人上座残河 皇帝不料他出此原因 顿生诸察员与六克 也是宗先知纠察百官之族 残河避害如此应当 这明显就是陷害啊 苏燕解释他要是有心山幼太子 怎么可能会留证据 东宫也只有那是公公 身为外臣的严官 井龙帝愣住 附有宫人谢之苏燕 这反过来 想有可能是被人用来剁损公公 说着扣手 自己死 无所谓 太子洁身自好 怎么能让有心之人 井龙帝沉默半想问道 真不是你 苏燕双目清澈目光 只是一声不喷 井龙帝信了半分说 他自会查清这件事 还不带苏燕松口气 井龙帝转身叫来兰喜 以苏燕来费罪 读左太子读书 无力为由上和五 刚被押去停账 就看到了张望的父母 担心太子知道大闹 苏燕央求说两句话 兰喜是太子派来打探封声 他让兰喜给太子说自己 这是挨了肚去训斥 不等父母说话 他直接喝止 太子脾性会冲撞皇帝 他说实话会害死太子 兰喜惊慌地说 苏燕是冤枉的 苏燕神情莫测到皇上 自然有皇上的想法 你我都猜不得 侍卫低声催促了一想 苏燕边走边叮嘱父宝 切记自己叮嘱的话 五门前的广场 为首的是司礼监少监尤顺 右侧是锦衣卫指挥冯去 这杀气腾腾的阵仗 让苏燕心中发毛 脸色顿时惨白 苏燕被包去官服 一身单薄素白的中医 被雨水淋透 尤顺刚喊一声歌棍 就听过到一声尖细的声音 传来慢 尤顺见识拦起 宫生堆笑 虚航问了 问起缘由 她从打伞的内饰手上 结果跟冬衣一样 做得蛮衬 扭头看了看苏燕 脸色微变 忙说皇上的意思 她是 她适应 身间的内饰便把棉衣 塞进苏燕当中的中衣 蓝色没有这么可权力 包 应该是黄叶的日子 尤顺慢悠悠说了她 行星校尉就明白了 是要从今的 苏燕发现并不疼 淡妆还是要妆的 冯去恶看到脸色阴沉 内心道不管你是谁 今天一定要找阎王的报道 她给身边的一个小骑士 十眼 做按规矩 一人十顿 小骑领悟用全身力气 勇气 这是要往死打 只一下就痛得苏燕 头皮炸裂 钻心气 有蓝喜传话 还往死里打 肯定是有人想要自己的命 苏燕想不到自己到底得罪了 非要至于她死地 血水渗透到棉衣上 苏燕还有口气 逢去恶面上浮起怒死 旁边一人护身道 小骑律又不带 让卑职接地行动 冯去恶转头一看 是千户沈七 沈七心性杰傲 手段很大 人称催命七郎 平时深得冯恶注入 她点头低声道 务必打 沈七应声换了停障 忍一 苏燕蛮骨鲜血 痛得冯冯恶 耳边听到一个细微的声音 她觉得有点不息 不等多想问 已经打下来了 姚顺本来慢了自己的声音 忽然看见高居棍 从威士忌 又见是沈七醒醒 连忙对冯去恶说打得太狠 要出大事 冯去恶听到卢笑一声 姚顺才惊觉 有人要苏燕死 自己夹杂中间 身不够紧 沈七棍子一扔 表示刑账结 杨顺冲过去查看发现 苏燕还活着 顿时疯了不及 没想到这次的刑账 苏燕足足昏迷了两天 睁眼就看到新收的小丝 苏小北端着要走近 大人终于醒了 苏燕疼得冻了 不忘问到方才有人来 小北才想起来 富宝刚刚来 慌忙让苏小金去告知苏燕醒了 苏小北说富宝走了很久 一直没见苏燕醒了 结果他刚走苏燕就醒了 苏燕趴床上问自己怎么回来 苏小北一边帮他擦汗 一边告知他是太监用女 他把他抬回来 好在没有伤到筋骨 需要卧床静养两个月就好 当富宝得知 苏燕醒来急忙推门查看情况 还好苏燕没事 不然太子殿下估计要闹个天翻地覆 苏燕忙问太子情况 原来朱赫玲被皇上禁足了 富宝把苏燕行刑前的话 如实说给了朱赫玲 所以他并不知道苏燕被刑长这么严重 看着富宝带来的药 苏燕无奈挖苦这么多的药 自己哪有这么大的屁股 富宝不经意道出 太子凶神恶煞的对太医吼叫 说完惊觉诗言 连忙无阻 苏燕叹息太子还是这么不稳重 加上锦龙帝这次真的生了气 毕竟他是未来储君 主妇富宝劝说太子收心养性好好读书 就当自己求他的 想到这次事情不简单 苏燕主妇富宝回东宫 悄悄查一下前几天哪些人来 并吩咐以后有人去东宫 必须留意防止再次被狗嫌 苏燕虽然被皇帝刑罚 但是他依旧是皇帝身边的红人 不少官员争相探望 苏小北一边给他换药一边吐槽 刚送走新科状元又来一堆人 苏燕都没法休息 一通折腾苏燕又累又捆 药就不上了 我睡会了 再有人上门 一起收了东西 把我挡回去了 刚睡着没多久 就听到走廊里传来大人大人的叫声 被吵醒的苏燕顿时大怒叫什么叫 不就是一个打烂的屁股 有什么好看 人人都要来看 就先给我走 刚将头埋进枕头里 就听到一声低沉浑厚的声音 把这么大吼 连孤王也要赶走 苏燕抬头看到玉王推门而入 手里把玩着一个药品 苏燕挣扎着起身道歉 玉王上前拦住随即坐在床边 苏燕疲惫的闯了口气 干脆趴着不动 耳边传来玉王怜惜的话 这么个相陪玉主的人 皇兄也吓得了手 真心心疼死人 要是放在孤王身边 捧在手心怕摔了 含在嘴里淘化 那是一个指头都不敢怠慢了 听得苏燕一声恶哭 这话不知道对多少人说过 他只觉得忍心 强孝解释自己没有做好本质工作 感激皇上只是小成他一下 玉王轻声靠近苏燕说 皇兄成见你 你倒知道感恩 孤王怜惜你 你怎么不知道感恩了 听到他不知廉耻地调戏自己 苏燕咬牙切齿地刻套回应 以后上门败谢 苏燕还没反应过来 玉王直接过来 要反开被子 食言要看他的伤 苏燕伤的可是屁股 恼怒地揪紧背脚不让他得伤 忙说伤口血腥会玉王的眼睛 玉王非常不要脸地扯过被子 表示只想确认他的伤势 苏燕怎么可能挣得过玉王的力气 每两下被扯下背 苏燕忍着跳起来打他的冲突 羞愤交加地把脸埋在背 玉王轻巧地掀开苏燕的担移 看到猙瘟的伤口 柔声对苏燕说 曾经难道 至少有信心 苏燕心里愤愤交加说 恶愧欺无伤务 时早一天晚上忘了 苏燕做一个现代的刚才 从来没想过自己会遇到这种情况 他竟然被一个男人扒了裤子 玉王心疼地看着苏燕屯上争鸣的伤口 在伤处轻轻地抹鸣料膏 这是他从滇南特地搜寻给苏燕 据说效果极好 不会留疤 不得不说玉王真的很喜欢苏燕 强调自己又不是女人 不在乎皮型 一身疤痕才是男人本色 玉王没想到苏燕突然武器强硬 笑着认错道 原以为清和风流秀美 如今看来却是外柔内刚的心 是孤王错认 苏燕心里 按把要是知道他吃硬不吃 就应该直接揍他一顿 玉王握住他的手嘴里 说着自己从不喜欢抢婚 这种事让你 我愿 苏燕正要抽回手 他就松手 仿佛表明自己态度 并直言 希望苏燕能回应他的情意 苏燕没想到这个老色批 忽然抢到了 半信半疑地回他 只要王爷赤诚相待 可以跟他君子之交 玉王半少故意 黯然回答清和的心意 我明白了 然后他留下药冠嘱咐苏燕 好好休息 直接准生离开 苏燕看着玉王离开的背影 他是手握重拳的王 自己势单力薄 如果玉王说话不算话 他肯定是无法反抗 以前自己只想做个花花工作 现在看来 如果不做全程 自己的处境恐怕很难活下去 苏小北忐忑地叫了一声大人 帮忙解释 因为王爷带了乌冰钗 还没敢够着 苏燕笑了笑安抚他 即便自己也不敢谈战 又问起之前自己就回来的人怎么样 然后让苏小北去问问那人的底细 得知苏小北什么都问不出来 便要把人一起搏屋里来 苏小北连忙拒绝 怕那人伤害苏燕 苏燕认为伤成那样还能做什么 两个伤员放一起喊合照 看着抬进来的那人浑身缠满 像个木乃一样 苏燕忍不住笑一声 那人闻言睁眼看着他 苏燕感受到一双肃杀寒冷的目光 便灰退苏小北脸 直接问他是死士还是杀手 那人震惊不如 苏燕轻笑道你不忍 知道我为何这么说 那人仿佛被苏燕嘴角浑然天成的笑一切 私生问道为何 苏燕直言说 因为他身上有股洗不掉的杀气 就像一顶归不了翘的剑 听完他眼中恨意透天 冷冷到剑未允许 不能归翘 苏燕问他的姓名 给了吴明两个字 苏燕看他还是满身戒备 便直接介绍自己 吴明问他 是不是金鸾殿冒死坛和畏惧的苏燕 苏燕一脸尴尬无论 这真的是个阴错阳差的误会 吴明义愤填膺的称赞 苏燕仗义直言 为百姓出了口味 苏燕听出吴明对魏郡的仇恨 他应该是跟魏郡有仇 吴明不仅跟魏郡有仇 而且还是血很深仇 再没遇见苏燕之前 他只为仇恨 本着苏燕救了他又是仗义直言的忠诚 吴明把自己身负的血很深仇 告知了苏燕 原来吴明从小父母双亡 只有一个姐姐相依为命 姐姐遇到良人嫁到金城 吴明浪迹天涯做一些拿钱卖命的行当 魏郡看上吴明姐姐 抢不到人就捏造罪名 抓走了吴明姐姐 姐姐为了救丈夫稳身进佛府 最发现丈夫生死了 想要报仇反被魏郡勒死抛吃荒野 等吴明赶去收尸都找不到一顿完整的果 想到这里吴明目中的眼睛中竟然滚下了血 苏燕黯然只觉得事态悲凉 问到苏燕救他那王是不是去刺杀魏郡 吴明 只恨魏郡是没有高手保负 不然魏郡早就成了自己的剑下王红 听到他还要去刺杀魏郡 苏燕醋眉 刺杀一次已经闹出了动静 魏郡肯定严加防范 还要出动机 劝说吴明养好伤好 吴明决然要刺杀魏郡 魏郡不死地复仇 在苏燕看来 他这是送死的心 但是对于吴明来说 他没有其他的血 自己是个杀神 只有刺杀道理这一条 苏燕不死心地劝导复仇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知一命换命一种 想要扳倒魏郡未必没有机会 只是眼下时机未斗 见吴明没有反 一动不动 好像睡着了 苏燕只得叹了叹气 吴明执意走的路 不是自己三言两语 说服了 奉安活辅寐 又发不到刺客 魏郡气得摔杯子大骂手 废 刚要骂到锦衣卫 心腹管家连忙的 紧张地坐着隔墙有饭的手机 想到锦衣卫逢去恶为人 魏郡便心生忌惮 进了 魏郡咬牙贼 被抓到刺 要将其拖除抽筋 魏郡于怒未消地问道魏贝妃 请小心 隔止两个月 魏郡能到 定谅一拳 毕竟目前皇子 只有诸贺人 半个月后 苏燕 终于能稍微 走得起过 便把罗汉床 搬到了院子 院子里 有一颗冷的好水 风一吹 桃花飘落 像红雨一样 苏燕在踏上 闭目仰盛 听到苏小金说 玉王晚 苏燕猛地睁开眼 脑子里 瞬间跳出一句 关门放动 刚想起 申玉王 就已经走到了城边 还笑颜 找人给苏燕画一幅 桃花树下桃花线 苏燕用宽大的衣袖 抹了一下 调整好神色 起身道 王也往下进 真是不必生辉 玉王看到 站在桃花树下的苏燕 不如您知 面若桃花 不由得心神荡漾 栖身上前 苏燕不自然地后退一步 却被玉王一把 不由神 他恼怒地想要震开你 却闻思不动 玉王拈起苏燕发脊上的一半桃花 情不自禁 吟唱 长恨春归无秘书 不知转入此中了 清禾 你可真当得上春色人家 这次 听到玉王赐明春色人家 苏燕运怒到王爷赐的品词风至 下官却不敢收 万一有寻方客误入 下官家中小厮是驴性人 只怕不由分说放狗赶出去 少不得又要惹麻烦 玉王眉风微挑贴近苏燕耳边道 清禾这话没有神意 那个赶出去的人 该不会就是孤王吧 苏燕忍着不是嘲讽王爷说笑 下官的家门一向对王爷开放 王爷这不是来去自如吗 他要来也瞒不住 玉王叹息到看来 是我得罪清禾了 今天为了薄礼物算做赔罪 免得下次将我扫地出门 说着招来随从 带来一个公愁补助的物件 苏燕本以为他可能会送春宫图一类 解开公愁才发现 原来是一副精巧至极的西洋旗 白旗是用信仰水晶制造 黑旗由富贫墨语制作 玉王见他面露喜色 心中暗喜盲点是 他是根据苏燕在东宫差人 做的那副棋子的描述 苏燕嘖嘖不已 工艺材质都很精巧 是一个十分完美的艺术品 他忍不住捏起来一枚水晶骑士 把玩到抢夺天宫 王爷好雅全 玉王笑盈盈地问苏燕 要不要切磋起盘 由于带伤苏燕 不能下座便让苏小金翻来扛桌 摆好棋盘 玉王挑了黑旗有意让苏燕先手 苏燕也不客气 做了个短兵相接的激烈开局 他没想到对方应对从容 竟然走出了现代流行的布局 顿时眼前一亮 来了情声 苏燕一心一意地下棋 玉王却一心二用 抽空就观察苏燕 发现苏燕的手指比水晶棋子还要好看 不禁心神荡漾 思绪万千 十几回合后苏燕发现对方迟迟没有反应 不禁催促王爷概念了 玉王如梦初醒 慌乱落下一领 正好露出了破绽 苏燕赢了这局 畅笑撑道下得好痛快 王爷齐力过人 短短月余竟然学到这种 怕是不久我就要办得 玉王是身在曹营心在寒 心思根本不在气盘上 突然他抓住苏燕的手指 在成形轻轻摸索 柔声道你 若是喜欢下棋 我每日来陪你下 只要看到 你高兴 我也变高兴了 苏燕警觉地抽回手 一步小心伤口碰到了床尾上 疼得直抽冷气 玉王急忙扑过来查看 手还拖着苏燕的腰身须疼问痛 碰到臀部苏燕羞愤交加地瞪着他 看到苏燕的神情 玉王只觉得心底压抑的火苗越来越旺 翻身压住苏燕手伸进一里 口中胡乱道 别这样看着我 我忍不住了 苏燕愣了一下 玉王直接朝苏燕搏梗吻去 苏燕疼得冷汗 怒喝 朱许静 你发什么疯 再不住手修怪我不客气了 玉王从脖梗滚到胸口 苏燕气得两眼发黑 用胳膊肘直接狠狠地撞他的肋骨 清白都没了管擦什么 玉王吃痛闷哼一声 苏燕趁机摸到玉石棋盘 要朝他头上砸去 直接玉王合身躲开棋盘 苏燕气晕了高举车子 准备给玉王来个鱼丝 玉王懊恼自己一时没忍住了他翻里 郑甘打尖 侍卫听到动静赶了 玉王借机骂道 乱你起来了吗 瞎胡乱吵想坐下 一群蠢 他把王同意苏燕道歧 手下鲁莽惊惊得轻 苏燕看到他服务 好歹吃个亲王给他台阶 王爷严重 下官还有攻势要打 就不送王爷 玉王这才放心 好好干要不苏燕先 苏燕冷静地说自己受不起 不给面子转身 玉王眼巴巴地等苏燕死 一肩 淡赏才离去 苏燕刚推门进来就听到吴明说 如果有不想见到的人 可以找我做买卖 第一次不收钱 苏燕苦笑 看来 今日的浪费全被你教练 好歹是个亲王不至于要他 也不愿意吴明去送 吴明对苏燕更配 他没有呼救也没有 面对亲王反而一次与死亡 或者气势 苏燕要知道他的想法 一定会排除大敬 作为一个直男被一个男人 弱模有的气 他能不讨论 过了几年 苏小金急急忙忙 拿着一封字笔 吐槽连一句 感谢都没有就不辞而免 苏燕整理官服 准备入宫 不在意到 有的人只是不擅长 把谢都换了 前清宫内 景龙帝看着跪拜的苏燕 半赏才回了去平身 随即问他伤的情况 苏燕规矩回答说 自己可以承示 景龙帝听着跟其他官员一样的官方回答 以为他对自己心生怨恨 便提出去园子里走走 景龙帝借用和叶被雨洗的诗句询问 苏燕 你说和叶心中 可有怨 苏燕知道他 这是用问自己心里是不是怨恨的 忙回无怨 随即景龙帝问 为什么不怨恨 苏燕回答 经历过风雨才能成长 皇帝却认为他现在跟自己有距离 这心里明明是怨恨 苏燕便打去 可能和叶敬畏天威 就干脆趴着 下次风雨挨领再翻过来 皇帝看他恢复了潮态 放下心来打去苏燕平准 嘲笑着下次给他把这和叶打翻过去 苏燕慌忙挨声求饶 皇上可别吓我 神真的怕 景龙帝见他笑盈盈的讨讨 心里才释怀 讨论正事 苏燕刚出店门 就被两个内侍叫住 说上没有纸 苏燕仅随心想莫非是小狗 见是个陌生内侍 苏燕警惕地问要去哪里 内侍指挥他到了就知道 苏燕感觉不愿立即停下去 忙说不告诉他 去哪里他就要回去了 另一个内侍 陌生的嗓音 响起 都走到这儿 想回去也不知道 苏燕警惕的后背 只见他内侍转身 逐苏燕一笑 他才发现是朱赫林 苏燕失声叫他小伯 朱赫林顿时就生气 扬言继续叫他小伯 就罚苏燕跑校场十圈 苏燕连忙陪不舍 笑脸去问东东的情况 这个男人才了五十八 却惹得太子 王燕 皇上三人的关系 太子禁足期间 为了见他竟然扮成了一个小太监 僻静的假山旁 只有两个 苏赫林紧紧地盯着苏燕 忍着扑过去的冲点 喉咙致死 轻浮 瘦了 苏燕忽然觉得鼻子泛孙有时安慕 只是些疲弱 比无大 殿下不用关系 朱赫林双手抓住苏燕的肩膀 神情担忧道 我怎么可能不平息 你身子稳住 冠一被打出了三长两短 我 他后面的话还没有说什么 苏燕便轻声回答 我知道殿下多好 心疼我这五十丈 但是 殿下切不可因此 随即又问他 做好作为一国之军的准备了 朱赫林更远了眼 双拳紧默宣誓吧 回座吧 清河 你信不信 将来我会成为盛世民军 苏燕读过史书 朱赫林确实是个好 可惜历史上结局 并不足 相处了一个多年 也有了感情 他心里暗暗相处 他单膝跪地 抬着道 尘兴 尘一定会捷径 福祖天心 住殿下实现 回想七警龙不说 要吊人自己 唯利不朗重 盛心难测 可直接印下 会被他怀疑 目的性太强 苏燕便此现不受 虽然损失了进入权力中心的记忆 实际上取到了皇帝的信任 看来太子圣主不解 这不齐算总对了 既然自己下定决心 要成为有自保能力的群臣 后面更是要小心谨慎 太子还在禁足期间 不适合在外面停留太久 那是催促太子 苏燕便行礼告别诸贺林 见他满脸都写着不识 苏燕便打去抽空就去看他 他这才离去 刺经局内 苏燕抱着一摞授科学士药的书子 走过回廊便听见几个通事社人 凑在一起讨论国子监事件 卓继久被下属斯燕弹劾入朝狱 这种晦气的八卦苏燕一点都不想听 脚合进去准备好事 本以为跟自己无关结果 淡婉就被打脸了 原来这酌祭酒是原主十年前的导师 后来酌祭酒升官入京 原主另拜名师 淡婉几个当年的学生 与国子监的剑生 就找到了苏燕 因为苏燕深得皇帝和太子的喜爱 希望他能替酌祭酒说情 苏燕刚挨了一顿点子 不想靠着他方说 又听到他们给自己戴的高帽子 什么情流分别 名流轻视 心里暗骂 你们这群不挨打就不舒服 接着又是一顶点帽子 后来 苏燕只能勉强硬着 他隔天早上 被找朱贺林要来朝狱的腰牌 准备探视卓祭酒 苏燕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给卓祭酒送点十五一五 刚下朝狱的拥抱 他就后悔了 拥抱那阴森鼻子潮湿寒冷 到处充斥着血型气息 时不时还有惨烈哀嚎 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随行的锦衣卫帮他提着石河 习以为常的笑道 苏燕 这边请 他刚进到牢房 猝顾防击地砍到 暗空中有血糊涂的人影 吓得他吼腿好紧 后背撞上个坚持的肩膀 对方突然不动自己插住 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 撞伤的肩膀 手腕被人一把钻 苏燕受惊动了 看见一名英俊飘悍的情侣 在一起生活 目光如刀似笑肥笑的 苏燕只觉得有点严肃 苏燕警惕的心脱身 对方却抓得更紧张 苏大人可是忘了背致 对方一开头 他才发现 是之前那个 差点放过自己的警方 这个男人上辈子 到底造了什么呢 接二连三的没男人想起 看见也能遇见人家 比人兴胜 沈其 苏大人 可以抱歧了 沈其话里 竟是免里藏针的调骨 苏燕紧张地甘笑回答 不敢当朋友 千呼大人 还是先松手 咱们有话好说 沈其一根根松开 钻着他的手指 毫无诚意地回答 非直不慎弄脏了苏大人身 甚至对不错 苏燕看到手腕上的血迹 脸色瞬间苍白想到 执着一根心 内心一阵冷 努力地想要擦干净 沈其手指挥退之气 带着一根 目光赤热地盯着苏燕刀 隔壁屋子里有水 还请苏大人随背直起去清醒 苏燕隐约察觉不对 连忙拒绝 好不容易地堵出机会 沈其怎么可能放过他 不由分说 打掌苏燕的肩膀 沾染鲜血的手 碰上苏燕的肩膀 背直毛手毛紧 竟然把大人腕一眼 扛码 那就顺便更衣 苏燕一惊 转身叫往毛门外抛 沈其单手扣住他的腰身 毫不费力地转移几张外的肩膀 顺势关上头 苏燕惊觉着人物对击 使尽全力想要推开他 对方却无视 沈其见他挣扎 单手扣紧 顺势双手 搂住他的腰身 直接扛起 苏燕紧张之余却很疑惑 便没有叫喊提他 自己是拿了太子令牌来的 自己出事 他也跑步 他能做到无品气 不会这么傻 沈其把他带到水缸前 用木勺摇水 他洗干净手 苏燕心弦略松笑道 千户大人可下午一天 沈其用干毛巾擦拭着苏燕的双手 目光灼灼地盯着苏燕 苏大人的反应 是我见不最淡定的 寻常人即使不喊叫 也会顺利挣扎 苏燕也想这样做 根本不是一个重量 况且还在照应 苏燕回了去过去 拖出双手嫌弃的擦拭尖 沈其对鲜血吸引 看到他的结评 有点好笑的说 要不直接拖掉 要顾忍一 苏燕正着 忍一忍这三个字怎么错 突然想起他是最后的形状 沈其是笑语的 要不是自己按援托手 苏燕绝不可能活着还不及 为了这事还挨了横去恶意 救命之恩苏燕 是肯定 忙作以感恩 大恩不言谢 千户他 多有所需 清禾定当的地上 沈其眉头一点 紧盯苏燕倒了 悲止眼下就不急 苏燕一愣 还没来得及 就被沈其抵到墙上 低头救了 沈其为他平白挨法 要收点利息 所以他吻得毫无缚 吻得肆意霸道 热情如雨 苏燕舌尖被碾转轻压 堵得他透不过气 手刚抬起锤打着 要推开沈其 便又被沈其的地板前置住 沈其咬破他的唇 腥点鲜血的味道 勾起他一团皱 得到自由呼吸 苏燕还不愿威胁他 你 你就不怕我回头找太子爷告你一众 逼奸命官 够怕你的斩利绝大 对于沈其这种问题 威逼力又什么的是最不用 苏燕不反抗还好 他越是反抗沈其 越是兴奋 对于苏燕的威胁 毕竟不以为然 还调侃说自己不要脸 难道苏燕也不要脸吗 苏燕气急道 你到底想怎么 沈其低声笑 当然是座石逼监命官的罪猛 如此一来 也便与你去太子爷那儿告状 说罢又吻了上去 一只手攥住苏燕的手外 一只手撕扯她的腰带 苏燕大急直接咬住对方的舌头 沈其机敏地撤回唇舌 一把掐住苏燕的下 沙哑着嗓子 在挣扎 当心合骨碎你 随即立刻松开了 苏燕气喘吁吁地说 我不好此道 你要谢我换其他人 要么去找小官 沈其气声靠近她 热气吹到苏燕脸上 我远也不好此道 但是一见到你 就耗了 苏燕眉头紧口 不自然道 我是朝廷命官 你敢 沈其几乎贴到苏燕的脸上 听到她耳边 舌尖微挺轻声问 你欠我的救命之恩 就拿身子抱她一次又如 又不和你宽肉 何必如此吝啬 苏燕心中气急 搞得还是自己的错 苏燕实在难以接受如此扭曲的三观 她一怒之下 猛地用额头撞了一下 沈其的下巴 你怎么不拿自己来大方大方 老子不想就是不想 说得不够清楚吧 沈其揉了揉下巴 痴痛地看着苏燕 真是疲劣吧 伸手往她环跳学一捏 没想到你一进书生 嘴还挺脏 我给你洗洗 苏燕半条腿发麻 险些栽豆 沈其趁机野兽斑 被叼住那张操爹骂她的嘴 舌头伸进去翻脚 不多会 沈其从后面拥抱着她 似乎有和解的意思 苏燕踹也踹了 骂也罢了 口干舌燥 也没力气跟她的地方 沈其道登的没事人一样 她从后面推开她 脱下燃醒的外袍 整理好衣服 沈其目光灼灼地盯着苏燕 递过去一杯水 苏燕一口气喝完 见沈其又贴近她坐着 察觉后被沈其不老实地手触碰自己 一把躲过 不耐烦地问她到底小嘴 沈其离得更近 几乎贴到她脸上 想当你的相好 苏燕坐着的身子又后撤了几 仿佛写满了嫌弃 行 麻烦先去泰国变性 沈其嬉皮笑脸地回到 卑职愚钝 只听董哥行字 苏燕扑走 唉声叹气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 不就是懒懒散散没啥进去心 老天至于这么惩罚我们 沈其见她说的煞有其事 失笑 那你这辈子可要好好钻影 青云直上 才能取得老天爷的宽恕 苏燕瞪她 我若青云直上 第一件事便是宰恩 沈其大笑 乐住她的后颈又是一阵深吻 我便在死前干个够 你等着 苏燕换上一件血清色新衣 捏了巴基地走出锦衣卫遭遇 食物和水流了下来 至于卓继九被折磨成什么样 她一个过疆的尼菩萨也管不了这么多 沈其看在她的面子上 没有再动用大刑 但是卓继九必死 她的动也无济于事 冯去恶要杀的人还没有杀 现在她只希望苏燕屏障的事情 是逢去恶人数 而不是非杀不可 否则苏燕恐怕性命不保 苏燕回家清洗一番才会冬冬报道 朱赫林远远看见苏燕便直接奔过来 你可算回来 遭遇那鬼地方 听说又朝又冷 会气得很 苏燕笑着说没事 顺口提了太子 创客喜欢了吗 朱赫林逃避学业环 端详她后不解的问 你嘴怎么破 苏燕下意识遮掩饰上火掌炮送破的 朱赫林比较单纯也行 说着便要找太医 给她瞧她 苏燕连忙拒绝 再次提起她的窗戈 看着太子一脸没血的样子 想起上次被停账 苏燕凶巴巴的催促道 还不快去洗 看着朱赫林老老实实的洗装处 苏燕挥手招来富宝 询问上次让她留意东宫的事情 出入过东宫的人太多了 要是其他的宫里来的人 除了皇帝就是她 听到富宝的调查 苏燕放弃了调查之前的事情 毕竟没人 会用自己的人去陷害东宫 指得叮嘱富宝以后 多留意 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私里间 太监兰洗身边的那室多贵 匆匆打到东宫 苏燕指得让富宝给太子打包 前往御书房 景龙帝罕见得没有批准 而是画一幅写一山水画 苏燕行礼 站在一旁等候皇帝发露 景龙帝边画边问苏燕 是否去教育看了她的启蒙往事 苏燕规规矩矩地回答完事 皇帝笔尖停顿 抬起深邃狭长的双眼看她 灼祭酒之事 你怎么看 苏燕听到这个问题 头皮发麻 冷汗层层 这是一道送命题 卓祭酒被指控结党私 收受贿赂 不管真假 光是结党私营就是帝王打击 如果现在求情是往不往往 不求情就是不仁不义 推托就是胆小怕事 怎么说都是错 皇帝持笔的手稳稳悬停 耐心地看着她 刹那间苏燕脑子转过了七八个念头 最后她缓缓下跪 缺膝前行 锦龙帝疑惑地看向她 苏燕已经泪流满边 看着她悲伤且隐忍的哭泣 她放下毛笔 靠在椅子上坐好 苏燕趁机屈膝前进两步 直接将脸摆紧皇帝大腿 哭得愁长百结 杜鹃提醒 皇帝感觉大腿上一股泪水浸透的温热 仿佛烫进她的血肉里 不禁懊恼自己是否 对这个太子主义的年轻官员 逼得太紧张得太深 毕竟她也只比太子大不了紧 锦龙帝轻拍一下苏燕道 好了好了 起来吧 苏燕琢磨着火候还没到 继续抱大腿 一言不发闷头哭 锦龙帝叹气抚摸苏燕 哭得颤抖的后背 但是不知不觉变了没 苏燕忽然觉得后背上的那只手 有怎么对劲 怎么都觉得有点擦枪走火的趋势 忍不住打了个阁 也不哭了抬头警惕地看着锦龙帝 毕竟她午前才被人蹂躏 锦龙帝正义动情伸着 对上一张梨花带泪的脸 情不自禁地抚摸了一下苏燕的脸 直到看到她的嘴唇 你嘴怎么破了 苏燕连忙低头回答上伯掌炮蹭破的 锦龙帝怎么看都觉得她这是被人咬不过的 苏燕假装一脸茫然实则内心吐槽 这个肚真是过一群 锦龙帝半信半疑地用手指蹭了两下 这么近的距离 这么暧昧的姿势 苏燕怎么都觉得这是要擦枪走火的节奏 连忙后撤心虚导 沉意识失态 请皇上恕罪 锦龙帝这才从暧昧氛围中回神了 又变成了那个深沉稳重的皇帝 他转身提笔继续会晃 苏燕跪在地上不敢起身 弱弱地叫了一声皇上 皇帝这才说起端午摄令 询问苏燕要不要去显显身手 苏燕点头答应 可以随行自己不擅长骑射就不参加了 锦龙帝直接道 君子六亿 摄欲战棋二 不可不学 你若不会 朕可以交 还没说完他笔件一顿话音一准变成了 朕可以着人救 锦龙帝笔件会话 面上看不出表情 便吩咐苏燕去陪太子读书 苏燕松了一口气连忙行李退出去 等苏燕离开后 锦龙帝放下毛笔 将笔法散乱的山水画 一揉丢到桌角 从抽屉里取出一枚清河字样的玉佩 平复了一下燥热的心情 重新画一幅雨后风格图并提字 清河连禁闭 素语不堪习 苏燕离开玉书房 直接回去 沐浴间脑子里回响了 锦龙帝敲打不起的那幅 体现不出地形快人 反而体现出他成俘身思虑重 先生观试探又有着记久的试探 我非想知道鬼子的正确 如果自己信实淡淡表通心 反而过游不及 苏燕越想越忍不住土豪 这几除了吃饭睡觉 所有的时间都是皇帝他的做法 这么好的臣子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还不懂真心 苏小北端着稍微的热烈 看到苏燕闷闷不乐许问苏燕 是不是在观察 遇见一无一体 便安慰他没必要 为了别人坏了自己的心情 苏燕回神 感谢苏小北的安慰 苏小北哪里进过苏燕离 还给下人道谢呢 王说自己不习惯 现代灵魂的苏燕鼓子里 从有那么一种众生平衡的事情 便给小北灌输一等死 苏小北感动了 都听大人 差不多到晚晨时间 苏燕又想起明天是端午 这是他第一次在古代过端午节 便嘱咐苏小北买点 纵烟糯米自己动手包 小北推辞说 他和小金手艺不好 对于苏燕而言 却说了不个氛围 至于做成什么样不赛 说吧 回退小北去传善 原来古代的端午节与现在 也并没有什么区别 苏燕与他的两个侍从在院中 边说笑边包粽子 他们三个都包得奇形怪状 苏燕打量着自己手中的粽子 听见院外有人敲门询问 苏小金去开门 近来好几个拿着礼盒礼包的补义 这是豫王殿下送给苏大人的结 还请大人笑呢 回首的锦衣卫拱手回礼道 苏燕打开礼盒一看 是包装精致的粽子 吐槽道 不想笑吗 丑句行不行啊 回首的锦衣卫回了句 节礼已送到 告退 便直接转身离开 苏小金看着精致的粽子惊叹 这是皇宫才能吃到的吧 苏燕随手丢给他两个粽子 随便吃 对比一下 他们自己手工包的粽子 简直惨不忍睹 苏小金提议给下人们吃 苏燕第一次的劳动成果 怎么也得自己尝尝 说着苏小金便去灶台拿粽子 却发现粽子空空如也 急忙汇报给苏燕说 粽子准没了 苏燕诧一闹 没了是什么意思 朝玉礼 沈七向后倚着做圈衣 双腿悠闲地架在桌面 手里拎着一串粽子 荡来荡去 翻看片刻拆了一个 咬了一口点评道 丑归丑 味道还算可以 吃完几口他歪头 看着行架上的灼祭酒 举起另一个粽子晃了晃 卓大人也吃得粽子 硬硬结如何 灼祭酒满脸血污 嘶哑着嗓子语气吃力 水 给我水 沈七一边包开粽叶 一边走向灼祭酒道 你这么硬糖毫无意义 你说你没有汤污寿 你手下的所有捐蜜 都上在朝廷了吗 酌祭酒 气若游丝 神智激进崩溃 只是念叨着水 沈七冷笑 你说你没有结党名思 与西野党人的私信往来 怎么算 你们这些文臣大儒 顶着清流的名号 又有几个是真正为国为民 为了争夺话语权 操控国策 甚至毫不顾忌天子也灭 所以想清楚 你在在哪了吗 灼祭酒混沌的脑海里 挣脱出一丝清明 结党一丝贪污受威 这么威灭 不就是因为我是李成峰的门伤吗 你们抓我 无非是要我攀咬我的恩事 沈七把包开的粽子 直接塞进卓祭酒嘴里 卓大人 这可是你得以弟子亲手包的 吃完了 就在认罪状上画鸭吧 沈七寻寻善诱 只要他画鸭就把他不死 听到苏彦不步生死来看望自己 尤其那日被这心狠手辣的沈七 郭靖暗示不知道 做了什么行 遭了什么罪 酌祭酒羞愧不已 甘愿赴死 我宁愿公堂上当众画鸭 也不在这烟砸牢狱里面 沈七擦掉手中粘腻的糯米 示意手下给他喂水 他没有随 逢去恶赏公跑 找了个理由告退 没过多久一个心腹小齐过来 滴雨卓祭酒一死 没有认罪 他且咬断舌根自尽 沈七脸色阴沉下来 思考这件事带来的影响 不过卓祭酒死了 就再也牵扯不到别人 他端向着手里最后一个进去 死了也好 沈七快意地勾起嘴角 这个苏清河 看着厨子纯然不通人事 私下都在想些什么 五月初五 皇宫内节日气息浓厚 朱贺林亲手倒过了一碗 加蒜或水面 据说可以避嫌 苏燕听到朱贺林的传照 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便急忙赶过来 谁知道一进来就见朱贺林端着一碗铺满蒜米的面 一股不祥的预感袭来 小太子一来伸手的哪有处一可 在朱贺林的催促下苏燕只得苦笑着吃完 还要违心地说着好吃的话 太子开心 朱贺林一脸期待地看着苏燕吃完 提起一会去东院鸡球舍流 顺便要瞧瞧苏燕的伸手 苏燕一脸苦笑和尴尬 我有什么伸手可 可别寒称我了 朱贺林自夸道 那就让你瞧瞧我的伸手 去年我可是夺了头盔的 随即吩咐那是准备好去 东院的马车 马车上一个大颠簿 苏燕重心夺 向朱贺挺狠狠栽举 牙齿磕到了她的嘴 太子捂住嘴紧 哄哄一声 马车旁随着便问 殿下可有事 朱贺林等色道 不是 苏燕帮忙拉开她五分嘴紧 查看了一下 说着 还好只是个小口 留了点血 朱贺林恼火 本太子万金之虚 什么叫 只磕碰个小口子 快拿镜子来我调整 朱贺林从车厢里 找到里面夕阳镜中的玻璃镜 一条朱贺 朱贺林盯着镜中清晰的镜子 心疼自己的 被父母看了 又该说我网练不吻 我怎么觉得这个 跟你嘴上的破口挺小的 朱贺林下意识捂住嘴紧 哪里像 朱贺林擦干嘴紧的血 无疑地叮嘴苏燕 你这不会也是磕商 为谁磕的 苏燕尴尬的无嘴磕 这个梗快点冬天了 来到冬月 皇帝的金鸾 安排在厂房台上的亭子里 苏燕随太子去叩见时 皇帝与贵妃已经落座了 太子行礼毕 请戎帝才发现 他的嘴也破 问到他也上补了 太子尴尬的擦擦嘴紧 苏燕在他身旁忍笑 锦隆帝警告式地 瞥了苏燕 淡淡道 坐下吧 刺激 朱贺林激愤苏燕 磕破自己的嘴 让他在皇帝面前丢了 给他狠狠灌了两杯酒 后起身请求先去设 朱贺林人虽年少 力气却不小 又好动心 准头惊人连续十五五五 不曾失神 苏燕吃了半生不熟的面 又喝了两大杯酒 此时酒静上来看着太子 朝自己眨眼和有点折磨 他又揉揉眼 发现不止太子 和别人一样醜 锦隆帝留意到 他面色潮红醉眼 笑道 这才两杯 苏氏毒的酒量 贵面太强 贵妃提议 让他下场涉流 醒醒酒气 说着不等苏燕应声 便吩咐那事扶他下天 苏燕被搀扶着来到城内 迷迷糊糊间就被递上了一把弓 他只得接过弓箭 描了半天才开始拉弓 负责登记的校尾 惊了一下 射是射中的 盒中的鸽子没有飞出 打开盒子发现 苏燕射中盒里的鸽子 射柳规则是 射中盒子而不伤害里面的鸟类 贵妃眼嘴娇笑 别人射 他射中和忠明 一箭穿心 也算另一种好准后 在一片哄笑中 苏燕尴尬道 我再试试 弓箭再次发出去 锦龙帝无奈道 你这是射柳还是杀生 还是回来吧 要什么赏赐 赠给你就射了 苏燕放下弓箭 走到亭前谢罪 陈氏真的不会射击 锦龙帝轻笑道 看你方才隐功姿势就知道了 趁今日高手云集 你挑一个做师傅 证明他教会你为止 朱赫灵立刻下马教道 而陈教他 锦龙帝瞪了他意 嫌他身为太子 却有失惊识 突然听到一把魂厚低沉的声音 陈帝毛遂自荐 先前恩荣艳时 陈帝与苏士徒 谈诗论道 不过为投缘 彼此视为之己 若此番再共同切磋射手 也算笑了一段薄牙紫妻的家伙 苏燕一听着华丽的音音号 警惕后退一步道 陛下 我与豫王殿下不熟 真谈不上什么知己 豫王并不恼怒 被苏燕当众打理 后脸皮道 清泽可是担心 外臣与文青交往圣密 会引人猜忌 所以才撇清关系 放心皇兄胸怀广泊 必不会因此怪罪 说着他转头看向皇上 陈帝说的对 皇兄 锦龙地面色平淡 语气平静 四帝说的不错 既然如此 朕便将苏氏读 交与你拜 看究竟能学到几个 豫王随意的朝他 拱了拱手 一手挽着弓箭 一手牵着满脸 不情愿的苏燕 朝场外举 殿后领了心境 正是合恋神 豫王拉着苏燕 走到龙泽殿西边的里子 苏燕在林中 左手挽弓 右手拉斜 背后贴着个 尽职尽责的豫王殿下 王爷不必挨下关这么紧 言语只叫便可 苏燕满怀戒备道 豫王几乎将苏燕 整个裹在怀中 他文言轻笑一声 用膝盖顶了顶他的腿弯 双腿再分开些 着力点落在两足之间 身体端直 用力平和 苏燕浑身 鸡皮疙瘩竖了起来 正要正开 豫王直接来的剧 不可胡思乱想 苏燕咬牙 谁胡思乱想 简直倒打一耙 他还是按对方的指点 调整好的姿势 豫王一手掐他腰身 一边修长有力的手指 在苏燕小腹缓缓滑动 苏燕手肘曲起 想要保持距离 物挺胸 豫王一边说 一边的手从腰腹移至他的前胸 苏燕无声地抽了口气 忍不住松开弓弦 去掰对方的手 放开 我不学了 皇上卓你随我学舍 清和末不是 想抗制 豫王贴在他耳看戏 苏燕冷哼一声推开豫王 皇上让我随你学舍 没让你那样子教我 若真要论到皇上面前 臣也不怕 豫王一脸浅笑 白石就看见了 苏燕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这个话题转得太快 看见什么了 豫王趁机握住苏燕的手腕 只见摩梭他的嘴唇 真是豪巧 清和与太子的嘴唇 静迫在了同一处 苏燕绝望地想 看来这个梗妙和朱家人 老死心了 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见苏燕不语 豫王诱惑中 又带着引路于威胁之意 太子年幼不知 弹动起来有何得趣之处 清和不妨告知一二 好叫夫王也向他学习学习 听出他话外之意 苏燕恼火地一把推开他 胡说八道手 太子才十四岁 豫王笑道 公王二十八岁 寒弄起来 恰恰 清和可要试试 苏燕刚开口 就被对方的唇舌趁洗封洗 因为吃了太子那半生不服的面子 最绝 苏燕只觉得胃里一阵欢迎 他使劲想要推开豫王 对方却纹丝不动 便直接狠狠咬力 趁着玉王吃痛他 亮亮呛呛冲出几步 手扶树干吐了个稀里哗啦 玉王正饿了 在他无往不利的烈焰声揚中 对方有被吻到体肤不软的 吻到气短眩晕的 吻到抛雀里一脸齿自动宽衣解带的 唯独没有这般 被吻到恶心反胃 呕吐不止的 苏燕吐完发现旁边的水源 痛痛快快洗漱一番才定了身 此时玉王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面上乌云笼罩显得愤外阴沉 感觉自己的男性尊严受到了挑战 好你个苏清禾 你 你了半少 时时说不出下半句 苏燕有些幸灾乐祸 巴望着玉王被自己耐一吐 打击到怀疑自我 怀疑人生 于是他愉快地道 我觉得咱俩真做不了知己 做个点头之交还差不多 就放过彼此 别再互相折磨了 面对苏燕的调笑 玉王因沉着脸逼近 一把搂住其腰身怒急反笑道 吐完了吧 不等苏燕反应 玉王毫不费力地将他扛在肩底 直奔临终小院 本王向来怜香惜玉 从不让任何一个知己 赤藤受委屈 边说边一脚踢开小院的木门 将苏燕重重扔在被入棋整的床榻上 不过你苏青和独树一致 是个响当当的好汉 想必是不需要我连行 苏燕翻滚下榻 便要往门外跑 却被玉王一把抓住扔回床上 三两下扯开他腰带 在双手腕打了个死结 绑在床板上 苏燕想起在赵玉被审妻强行 扮在石壁上 顿时恼火用力扭动手腕 想要紧开不解 我去 又来这等 他妈有完没完 玉王注意到柚子 问道 怎么 有人杰族仙登 已经享用过苏氏毒了 苏燕气急回了句 想用你妈 玉王也不恼怒 突然凑近调侃道 我母亲是当今太后 你这是大不见 当凌迟诸九族 猛然看到玉王脱完上衣 露出精壮的上身 即使苏燕眼下处于十分不堪的境界 看到玉王赤裸的身躯使 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副整天炮剑神房 都很难练出来的好身材 男人本钱也极为雄厚 可以说是天赋一顶 随即想到自己的处境 甩去天马行通的想法 苏燕愤怒地用双腿登床 想把自己从死结中拔出来 我劝清和省点力气 以免待会儿想哭都哭不出声 玉王见他愣神顿时心情好转 神色柔和的不舍 你若肯凝合 本王保你欲死欲先 若执意不从 少不得要吃些苦头 说着非要俯身轻上去 苏燕情急之下拿之前 玉王自己说的不屑于强迫的作法 来说服他不要 随即他做出一副难以启齿的羞涩模样 不如这样 王燕也给下官一点时间 慢慢接受 毕竟下官从未经历过风月之事 心里着实惧怕的 玉王见苏燕认输服软 便消了怒气 他俯身俯摸着苏燕的眉眼调笑道 哦 清和忽然改变了主意 真是意外之喜 那就拿出点诚意 让孤王见识见识 如何 他凑近苏燕的脸 便要苏燕反过来捂自己 苏燕怕惹急他 一心只想立刻脱身 变心一横飞快地在他唇角硬了一下 玉王被苏燕的声色取悦 大笑道 我的心肝小乖乖 嘴可不是这么轻的 来 本王教你 苏燕健壮急忙要堵胎 玉王单手 捏过他的脸颊 眼中仿佛含着无限明晴秘义 又仿佛一片冰冷厌卷 唇角勾起嘲弄的弧度 直接吻了上去 就在此时 屋外传来难以抑制的哽咽声 又迅速变为悲气 伴随着杂踏沉重的脚步 隔扇门被猛地撞开 一个人影在床前两丈外声声杀住脚步 语气悲气道 王燕 苏燕应声转头 竟是个始料未及之人